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 那华人跟亚裔的家长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很多人来到美国,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也是希望小孩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 那最近这些天,最高法院在审理的案件就是和大学的招生录取有关的 而这件事也是使得当年非常多的父母走上街头去抗议 那就是有关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开庭,审理的案件中就涉及到两所学校 一个是哈佛大学,另外一个是北卡罗莱纳大学 那这两所大学被告上法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把种族作为一个考量的标准 华人家庭非常明白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成绩好的亚裔孩子能够进到高等学府里读书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Washington Examiner今年4月份的报告称 尽管亚裔人口仅占美国人口的7% 但是这7%却占了全国最高SAT分数的20% 占了全国数学成绩最好的30% 那么目前长春藤盟校的亚裔学生人数也占了所有学生的20%左右 特别在几所高等学府中 比例还飙升到了30% 高等学府里亚裔居然占到人数将近三分之一 于是这些学校为了提高黑人和拉丁裔学生被录取的数量 所以他们就是要在录取的时候考虑到种族肤色的因素 多录取一些黑人跟拉丁裔的学生进来 那么用他们的话来说呢 就是要确保少数群体在学校里面有非常公平的体现 就是一眼望去啊 什么肤色的学生都有 而且比较平均哈 那这样对他们来说就叫公平 那把这两所学校告上法庭的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就跟这些实施种族配额的大学看法完全不同 他们认为说 把种族跟肤色考虑成一个录取因素 这个才叫不公平呢 于是他们状告的目的就是请求最高法院 要禁止大学在招生录取的时候考虑种族因素 大学录取嘛 看成绩就好了 因为成绩呢 是最公平的测量方式 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符合资格 那如果要是符合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录取啦 那如果要是达不到标准 那你也不用录取啊 那这就是全世界现在都在录取招生时候采取的一种方式 那这些大学呢 倡导以肤色种族作为录取方式 说的是为了少数族裔谋福利 但是其实他们这样的做法 恰恰是伤害了所有族裔的学生 也伤害了他们自己 一个学校呢 录取的名额是有限的 那如果要是多录取一些不达标的黑人跟西渝的学生 那就会少录取了分数达标的合格的其他的学生 而那些达标的通过自己努力考进高校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 也会被人否认他们的能力与水平 大家就会说 你看这个人进去啊 就是因为他有特殊优待嘛 就是因为他的种族肤色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不达标的人 但是还是被录取了 那对于学校本身来说呢 如果为了平衡种族 而招进来一群不符合资格的学生 那对于这些学生本身来说 也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基础不好 大学的课程又紧张跟不上 但是同时呢 这些学校的学费又是非常高昂的 他们还要深负着高昂的学生贷款 很多人因为学业的压力啊 没有办法完成 那中途就放弃了 导致没有办法毕业 那对于大学来说 这也是大大的降低了名校的招牌 名校出来的学生不再有保障 出来的质量参差不齐 那么名校也就没有那么名了 那目前呢 美国最高法院正在权衡的是 这些政策是否违反了民权法 而最终的决定呢 可能会从根本上影响 全美数百所大学的招生计划 那这个案件之所以备受瞩目 因为最终裁决可能会终结几十年来的平权运动 并且极大的影响大学的招生标准 能够上名校当然好 能上长春藤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因为我们了解教育还有知识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就是 现在的高等学府变味了 他们不只是像以前一样专精学术 反而现在变成了研究觉醒文化的大本营 不仅这一次呢 他们从招生录取的方面搞起了种族肤色这一套 哈佛之前还开发了一个校内的手机APP 那这个APP有什么功能呢 就是能够帮助你在学校里面找到不分性别的厕所 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那些 分不清自己是男是女的LGBTQ的那些变性同性的学生 那不光是这个样子 其实很多这种高校现在变得也越来越左 那像脱北者朴延美也告诉我们说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这样一个经历 他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呢 都已经被这些左派的意识形态洗脑 在课堂上面呢 就必须要同意他们的意识形态 也必须承认白人的男人就是在压迫其他人 就 IX会讲的 课认诺 有人说我被一 beard 课认诺 你是威胁过亚大学 你怎么说的 课认诺也曾经过去门 课论很想说你还没说 课论可能是一篆的 课论可能是一问三文念 课论可能是一问天月 课论可能是一问三文念 课论可能是三文念课 课论可能是一问天月 课论多佛一课论 那现在在社会中 政府中我们也不乏看到非常多 社会地位很高 有名校毕业背景的左派 那学历高 社会地位高 赚钱多 但是这些事呢 都不能够代表 说他们的价值观是正确的 哪怕他们是某些领域的专家 这也不能证明 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看说 这样的一个形容 你能不能猜出来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呢 有很多的title 他叫美国免疫学家 现任的美国国家过敏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 及总统首席医疗顾问 参与艾滋病和 H1N1甲型流感 以及COVID-19等传染病的防治研究 以各种身份 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 50多年 自里根以来 他就一直是美卫总统的顾问 这个简历力不厉害 是不是无人能及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福奇博士 一个专精了公共卫生服务 50年的人 用新冠疫情控制老百姓 控制了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他连一个口罩的问题 都讲不清楚 刚开始告诉你不要戴 后来告诉你必须戴 不戴你就不能上班 你就会被开除 再后来变成戴一个不行 戴两个更好 或许呢 你耳朵上能挂住多少 你就全戴上吧 这样就会比较安全 那除了他之外呢 还有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 四星上将 教育背景呢 有哈佛大学杜兰大学 哇 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Richel Levin 她是一个自称是女人的男人 一个医学领域的专家 但是她支持儿童打青春期的组织剂 并且支持儿童做变性手术 再来看一个 最新任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教育的背景是哈佛大学 以及哈佛大学的法学院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Katanji Brown Jackson 但是她有这么高的教育背景 而且现在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成员的其中一个 她却不知道什么是女人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人呢 都是社会上面非常精英的人啦 是被很多人羡慕的哈 那这些人呢 都是拥有高学历 拥有高的社会地位 赚钱的也足够多 但是他们有很多方面的知识 显然比我只读过小学的外婆还要差得多 那除了这些人之外 还有很多是我们的立法者 比如说加州的一个参议员Scott Winner 那他的这个教育背景呢 有什么 他有哈佛法学院的教育背景 还有哈佛大学 应该是读了其他的专业 以及杜克大学 但是他呢 以及同僚 却推出了非常多极端的意识形态的立法 比如说要毒品合法化呀 堕胎合法化呀 儿童变性手术 不需要家长签字 等等等等 反人类常识的法律 并且呢 他还言之琢琢的列举出一大堆 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法律依据 那这些东西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吗 这些是我们期待要变成的样子吗 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有名校背景的 社会上有极高地位的人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那以上的种种例子都告诉我们说 名校或许是一个世界上的成功的标志 但是并不能代表说这个地方是让一个人能够认识真理 并且可以拥有正确价值观的地方 至少现在的学校变成了这样 所以我们不需要一味地去追求名校 因为价值观是一个可以超越名校 是一个可以超越社会地位 是一个比学历和赚大钱更加重要的东西 因为只有正确的价值观 才会让一个人做出正确的正义的判断 而且拥有正确的认知 那么作为一个从名校毕业的 拥有高学历的 而且熟读圣经的 有着从圣经来的正确价值观的人 这样才是真正的人才 才能够真正好的 在社会上还有家庭中起到最好的作用 不然的话呢 极有可能被洗脑啊 就变成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人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并不需要去簇拥 很多拥有名校光环的人 我们也不需要去簇拥 很多拥有社会上 普遍认为比较有学识的职业 比如说像是医生 律师和警察 要知道这些人也是人 如果他们不认识圣经真理 如果他们不跟从圣经的话 那么他们也会迷茫 他们也会没有坚定的价值观的立场 哪怕是在他们的专业领域范围之内 他们也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智慧 只使用世界上的知识 那么犯错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甚至连对和错都难以分辨 喜爱圣经真理 熟读神的话语 就让我们可以拥有 来自属天的智慧还有判断力 如果在学识上刻苦专严 那是更是再好不过 可以更好的服侍神 服侍人 为世界带来更多光明的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